在這兩個星期內 貿談急轉直下 港股也在很短時間下跌了幾千點 會不會去到很多人看 在G26月的峰會會產生良好的意願 帶來好的憧憬呢 會不會又重啟一個談判呢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不是那麼樂觀 無論怎樣也好 對這個市場的影響如何 將會等等 在這版本上有較多個介紹